今天是3月19号 9年前的今天 前总统陈水扁和前副总统吕秀莲 在总统大选前遭到枪击 319枪击案惊动台湾政坛 不过后来涉案凶手自杀身亡 全案不起诉 让吕秀莲觉得 319枪击案到现在还没有破案 希望政府能重启调查 昨天晚上去看陈水扁总统 他清理写的 我希望重新调查319枪击案 拿出陈前总统亲笔字迹 以9年前319枪击受害者身份 吕秀莲满是感慨 今天是319枪击案9周年 最近所有的媒体都在 追究两项重大凶案的案情 但是好像对于9年前 发生319这个案子 已经遗忘 9年前319枪击案 因为没有凶枪 直接市政不足 凶前陈一雄受不起诉处分 吕秀莲认为 319正向未明 不但自己出书提出五大疑点 也质疑当时见识专家李昌玉 但到推论有误 他原来是这条线 如果就是往上的话 可以是这条线 完全推翻 这个国际弹导专家的推论 可是今天我一定要严正主 其实当然我更希望立法院超越党派 成立319真相调查委员会 不希望牵涉政治 吕秀莲点名特征组 监察院立法院 期盼能重启调查 让案情早日水落石出 新唐人演的电视 林家伟张之轩 台湾台北报道